在我們來看到美選的部分 其實自從辯論之後 換敗這兩個聲音 這個在整個民主黨的心中 是不斷的大聲呼喊 但是沒有人敢講出來 但我們先來看到一個民調結果 路透社跟一普索民調指出 有高達32%的人 民主黨人認為說 拜登應該要放棄這一次競選連任 主要他們認為說 在這次的辯論當中 實在表現太差了 增加了整個民主黨人對他的不信任 但是或許這個民調的表態都只是想 但真的能講出來嗎 現在還真的有人講出來了 是這一位的民主黨的眾議員 他開出了第一槍呼籲拜登退選 而且他說如果拜登未來幾天 還是不穩定的話 不只他還有其他的25位議員 打算聯合起來換敗 甚至他也點出 他認為說拜登應該要以國家為重 不應該把自己個人的立場放在前面 還舉了前總統詹森的例子 就說當時他也是勇敢退選 所以拜登不會是第一人 但是如果真的退選的話 雖然拜登自己說他打死不退 但是如果真的要換人的話 背後有人才庫嗎 現在很多人都點名 包括明秀還有賀錦麗以及加州州長 密西根州長還有伊利諾州的州長 通通拿來跟川普來做民調 你會發現輸的還是比較多 雖然賀錦麗跟川普咬得非常緊 但是呢依舊是輸了一個百分點 反倒是唯有唯一一個是誰贏呢 就是前美國第一夫人密雪兒 他大勝了川普 而且他拿下了五成選票 但是呢他其實自己也多次表態說 接下來他根本沒有想要再參與政治的意願 也就是他不打算選 但是這樣子就表示川普接下來都高枕無憂嗎 或許也不是如此 因為針對他的判決還有其他的司法 政治動作等等依舊是在他的身後 包括華盛頓郵報就報導說 美國司法部就說了 就算川普勝選依舊會辦到底 等於說11月還不是最後的實現 到什麼時候呢 是宣示就職日2025年的1月20號 直到他過了就職這個時間點 才不會被所謂的判決 還有相關的法院動作來影響 但是我們要回過頭來 要繼續來看到是美國總統Joe Biden 他自己也知道 自己的辯論表現的並沒有太好 他自己也親口承認了這件事 他解釋說是因為他密集的出訪 時差調不過來 不過有資深的記者爆料說 從他周邊人士所透露的資訊來看 最近川普當機的頻率跟次數的確變得更多了 選民眼裡拜登的辯論表現不只是慘 更質疑他真能再當四年總統嗎 白宮出面替拜登辯解不該用一天否定三年多的政績 不過拜登自己也在競選活動上坦承 差點在辯論台上睡著 歸咎於出訪太過頻繁 時差調不過來 回顧拜登的行程 他6月7號飛到法國參加諾曼第80週年活動 月中接著到意大利出席G7的領袖峰會 一結束就趕回美國加州募款 不過辯論前夕他在大衛營閉關 準備就呆了快七天 時差真沒條好嗎 紐約時報跟報導 越來越多拜登身邊的人都發現 總統在辯論會上當機絕非個案 就連揭發水門案的美國資深記者也爆料 這半年來拜登已經有認知衰退的跡象 拜登親密的謀友前眾院議長裴洛西仍然立體於他 既然拜登堅持選到底 民主黨也只能陪他把頭洗完 推薦中本 再來我們來看到也都是選舉 而且有可能導致變天的情況 是英國還有美國 我們先來看到英國在7月4號的時候 馬上要進行到是國會大選的投票 這一次在國會大選裡頭總息次有650席 但是根據最新的民調顯示 執政14年的保守黨現在恐怕在大選之後變天 應該要說篤定變天 因為從民調來看的話 工黨絕代之484席 而保守黨只剩下64席 工黨其實表現非常不錯 應該從民調來推顧的話 其實有可能拿得到 比1997年那一年的大選來的更多 另外呢在保守黨的部分 可能只能勉強保住老二的位子 跟自由民主黨爭第二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都在過去的14年當中 英國的民眾對於保守黨可能真的是受夠了 所以接下來可預見的是將會有新的首相上任 接下來工黨的黨魁施凱爾 如果真的成功在這一次的選運當中拿下非常好的成績的話 就會取代蘇納克也就是現任的英國首相擔任首相的位子 但是說到施凱爾 或許大家也對他有一點熟悉 因為在過去他曾經兩度來到台灣 但接下來就看到說在英國之外 法國恐怕也要迎接到是一個政治上的動盪 之前我們提到說法國的國會改選第一階段已經結束了 而且極右派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績 拿到非常高的得票率 但是法國來說還有第二階段的選舉 時間點就在7號 其實為了讓極右派可以受到牽制 其實很多人開始操作棄保 包括是中間派跟左翼的候選人希望聯合起來 至少如果老三第三名的就退選 希望可以凝聚力量來跟極右派抗衡 這個數字總共有210位的候選人因而退選 所以對總統馬克宏來說 他非常希望但還是阻止極右派在這一次獲得絕對多數 也就是一個過半的席次 但是在國民聯盟的雷鵬的角度來說 他當然希望可以過半數 但是之前也說如果真的沒有過半數的話 他就不會推舉總理 現在又再改口 他說只要有足夠的席次 他還是希望可以籌組政府 為的是什麼 為的就是把他的愛圖 也是國民聯盟的巴德拉推上了總理大位 如果擔任總理大位的話 他就會變成跟馬克宏共治 也就是說大家在擔心的是馬克宏就會變成一個跛腳總統 同時把他的愛圖推上了總理大位 也對雷鵬想要競選2027的總統大選來說 則是非常有優勢 不過還是要持續帶來看到是英國大選 在這個英國首相蘇納克雖然知道自己贏面不多 但是依舊下鄉跑選舉跑得非常勤快 穿著亮黃色外套一身輕便服裝 英國首相蘇納克2號最近的催票行程 從凌晨5點就開始了 他先來到一家線上超市的出貨倉儲 看員工如何依照訂單撿貨 他還親自上陣幫忙挑選蔬果 天才剛亮就和超市員工們一起喝早茶話家常 這天行程滿檔的他 離開超市後立刻轉戰郊區農場 此時此刻對英國保守黨來說 能拉到的每一票都是關鍵 BBC最新民調顯示 英國保守黨的支持率只有21% 比起排名第一的工黨40%支持率 落後將近20個百分點 工黨領袖在街頭發送飲料趁機和選民聊天 支持率排名第四的自由民主黨黨魁戴維爵士 選擇一大早先跳Zumba有氧 揮看之後在大碗水上活動 如此賣力只為了選民的一票支持 英國大選4號登場 外界普遍預期執政的保守黨 可能會面臨全面潰敗 我一直在討論 你會聽我很多次說 他們沒有改變 他們只是一樣 無法改變 他們正在證明 印象蘇納克在自己的選區面臨重大挑戰 位於倫敦郊區的李奇蒙 選民對他任內的政策直搖頭 保守黨大獎 現任英國財政大臣杭特 也面臨選區不保 選民不再認同保守黨的價值觀 鐵票倉主義淪陷 眼看保守黨就要交出執政大權 遭逼宮下臺的前首相搶僧 2號意外現身倫敦一場造勢 並且遭遇前嫌呼籲選民支持蘇納克 工作人員這麼笨 他們不太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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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要把財政大利益 要把財政大利益 侵犯了公司 要攻擊公司 要攻擊公司 和公司 要把財政大利益 要把財政大利益 儘管保守黨在此刻展現團結 但分析認為 在野工黨很可能 在國會下議院的650席中 獲得484個席位大獲全勝 而自由民主黨可能獲得61席 成為在野第一大黨 保守黨面臨失去執政地位 更被排擠成邊緣震黨的窘境 其實 川普洋黨 已經移動了這麼遠 那現在 他們覺得 它不代表他們 他們的利益 或他們的孩子的利益 因此 我不會太驚訝 如果很多人不選 或者 可能只保護他們 保守黨 主打持續減稅 限制移民等政策 無法改變眼前的經濟困境 房價高漲 醫療體制漏洞百出 對海外公民來說 脫歐這個老問題 竟然還是噩夢一場 估計目前有100萬英國人 在歐盟國家生活 他們的工作簽證 拘留許可各方面申請 都變得相當複雜 卻遲遲等不到 保守黨政府 為他們解套 在民意反彈聲浪下 保守黨可能結束14年的執政 首相蘇納克提前大選 孤注一職 能否挺過這關考驗 備受國際關注 TVBS新聞綜合報導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 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 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